香港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被暴打一事 激起香港民愤 七七六 香港多个政党分别前往中联办抗议 强烈谴责中共践踏新闻自由 并要求严惩暴打记者的凶途 政法严谎 采访暴罪 采访暴罪 奉扎记者恶持 二十多名少年成员手持标语横幅 批评中共当局漠视记者采访权 谴责殴打记者的暴力行为 并要求释放香港民族人士杨匡 我觉得是对中国人的一个恥辱 因为现在是人大两会开会 在他眼皮底下打自己人 毫打记者 毫打记者 铁正如山 民主党和林雪也分别前往中联办抗议 要求中共当局保障记者的采访自由 一个行动 暴力行动其实越来越升级 可能过往就轻轻阻撓一下 现在这次直头是 如果新闻片看到 是真的打下去的 这个我想是反映了 国内对于新闻采访 是会越收越紧 很有理由相信 这个是中国政府包庇 和重用他们的做法 而这个就是威吓我们香港的记者 不要理他们的事 尤其是报道他们的负面 那些新闻 他们将抗议紧贴在中年半年前 民主党又说 主席刘慧欣正在议事出席 一个联合国人权会议 会趁机反应世界 抗议人士对中共公安放走 暴徒的行径表示不满 其中一名暴徒并被发现 两年前曾威胁过有线电视台的记者 顺便将发起全港张贴暴徒照片行动 要求中共当局立即追拿其归案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